第361集 叶凡以黑色的大手与姬云林碰撞 同时以爆山印抗击姚光的一男一女 这一次三人加倍小心 全都是远距离作战 摸清了大虚空树的规律 不给他以神石袭杀的机会 姚光的男弟子 祭出一片兴芒 足足有36颗拳头大的星辰飞出 全都是紫河天沙炼制而成 颗颗晶莹璀 散发出朦胧的紫气 这是一件重宝 是姚光的老辈人物炼制而成赐下来的 36颗紫星闪耀 如一片紫气阴韵的光幕浮现在天空中 每一颗都在向下射出刺目的剑气 不得不说 这是一宗重宝 可凝聚天使 汲取天地精气 太阳中的日灰都被吸纳而来 剑气如虹非常的炫目 无坚不摧 将许空都快割裂了 当当当的 叶凡出手 大手硬汉剑芒 强大如他的肉身 也感觉阵阵的苏玛 这宗秘宝很可怕 可积聚天地知识 对他很不利 赤霞闪耀 摇光的那名女弟子 祭出一张红色的大网 红雾弥漫 网丝根根经营 紧固了这方天空 要将叶凡封死在里面 赤色的大网熊熊燃烧 想活活的将叶凡炼死在里面 这也是一件重宝 很是不凡 你们还在等什么 一起上 将它炼成飞灰 摇光的女弟子 撑着人群贺瀚 终于有十几人 撑了过来 眼见叶凡被两件重宝困住 想挤上天花 叶凡冷笑 张口吐出一个小顶 不过寸序高 没有神力波动 没有光滑闪耀 看起来古朴而自然 他大喝着 一气破万法 将顶祭出 道经轮海卷 既有一气破万法之数 号称我花开后百花沙 但须达到一定的境界 方能显出威力 叶凡在轮海秘境时 紧锤炼出这样一尊顶 进入道宫秘境后 他依然如此 将顶寄于五大神葬间 不断的激烈 每一个大秘境 都可以锤炼出树气 别人都有诸多气 而他仅此一气 想演化出道鱼礼 三足两耳圆顶 放大到九米多高 弥蒙玄黄气息溢出 更加的古朴大气 充满了无与伦比的力量 此顶当空一阵 顿时爆发出玄黄气息 将三十六颗紫星全被震碎 妖光的那名男弟子 当场口吐鲜血翻飞了出去 万物母气圆根垂落 死死死拾屁 让人震惊 这是天地间的瑰宝 可炼成极道武器 同黄血赤金一般 是大地的专属圣物 天哪 是玄黄气 确切的说 是万物母气圆根 众人全都惊呆了 夜凡祭顶 九米高的大顶 充气不断震颤 太古轰荒的气息弥漫而出 将那张赤色大网也震成了鸡粉 叶凡大喝了一声震 九米高的大顶 自摇光女弟子上空压落 一下子将她定住了 想要逃走都不能 一动不能动 距离还有十几米 她的身体就快要均裂了 很难想象 此点有多么重 流转出的丝丝缕缕 让人无法成熟 当了一声 鸡云林拍出虚空大手艺 黑色的大手重重的 积在九米高的古朴大顶上 但是根本打不动 仅仅发出一声巨响而已 万物母气圆根筑成的顶 垂落下丝丝缕缕的玄黄 大气而古朴 又镇压天地山河之势 妖光圣地的女弟子 修为在道宫第三境界 甚至一只脚 已经迈入了第四境界 可是此刻却一动不能动 九米高的大顶悬在天空 每压落下一尺 妖光的女弟子 就会磕出一口鲜血 肌肤展开出一道道伤痕 妖光圣地男弟子大叫 师妹 张口吐出一口方意 起初不过一寸高 晶莹透明 但是很快放大 这方寓意 眨眼大如山峰 具有万钧大势 如一座山被依了过来 虚空都在抖动 情况危急 妖光的女弟子被顶镇压 虽然并未触及 相距还有十几米 但是已经承受不住 机体不断出现血痕 妖光圣地的男弟子 竭尽所能祭出此意 天空中隆隆作响 玉印剔透 大力震天 让人心神不宁 当的一声 玉印摇动 洒出一片片神芒 如刀刃一般 全都斩在大顶上 但却根本无效 大顶如渊海 不可撼动 遥光圣地的男弟子 心中一沉摇了摇牙 催动倒立 玉印光华大圣 像是一座发光的山体 撞向了九米高的大顶 玄黄筑成的顶 就坚固而言 世间难寻 几乎是不朽之物 妖光圣地的男弟子 纵然知道 也不得不拼了 即便毁掉玉印 也没有办法 不然同门必死无疑 这方玉印大如山峰 上面刻的花鸟 虫鱼 像是复活了 有了自己的生命 让玉印更加的厚重 与沉宁 如水晶山般的玉印 终于撞在了顶上 尽管它看起来 比顶大很多 但却远不如其坚固 九米高的大顶 纹丝未动 溜出丝丝的玄黄气 那欲智的山峰 一下子被压塌了 哄的一声粉碎 化成一片玉光 眨眼消失不见 这就是万物母气 圆根筑成的顶 遭遇这样的攻击 都没有一栋半寸 一栋不动的悬在空中 大气浩然 荡的一声 鸡云林出手 截天直打出 鸡的九米高的大顶 发出阵音 但却根本打不动 如山而立 不能改变什么 痴痴的一声 鸡云林再次阵直 打出截天龙玄境 五龙盘旋 粗大的龙身 将大顶还住 龙手高昂 想要将它拉起 指向远方 可惜 纵然五龙锁顶 也无法移动分毫 大顶一出玄黄气 流向龙身 发出几道碎裂声 五条盘绕在顶上的真龙 全都断裂 彻底消散 鸡云林大喝 诸位快出手 救出遥光的仙子 向周围的人传音 遥光的男弟子也高喝 请各位出手 遥光 必有重谢 刚才 有十几人冲了过来 不过见到顶微后 都止住了脚步 立身在不远处的天空中 他们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在见到叶凡被困住时 本想是锦上天花 上前出手 不曾想 玄黄著称的顶一出 一切都改变了 此刻 荒谷世家与遥光的人同呼唤 他们却不得不前进了 十几人各计武器打向大地 许州的年轻修士 赶上前者自然修为不凡 武器晶空 神王电转 如火光银龙 嗤嗤作响 照亮这方天空 尽管这些人修为不凡 但是队上玄黄著称的顶 终究是打不动 这样的天地圣物为西式之真 著称武器 无减不摧 万劫不朽 大顶清真 玄黄一出 洒向了四面八方 将这些武器全部化成了积分 叶凡站在大顶上 长发飘舞 眼神清亮 用力一压 顶身下沉 妖光的女弟子惨叫 身体几乎被毁 鲜血绷剑 妖光的男弟子大鹤 诸位 请联手对敌 将大顶打飞 他吐出了一口惊血 再替外汹汹燃烧 而后身躯爆发出璀璨光芒 像是一轮太阳一般 燃烧了起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